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 梦想与未来 国泰银行与您同行 中国非法移民面临挑战 甲州林员购犯罪团伙遭指控 寒流造成百亿损失 该关注晚安 欢迎收看1月18号的话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雨昕伦 两党在预算问题上的争论和纠结 已经成了国会的常态 由于新的拨款法案迟迟没能达成 一些政府部门将在明天午夜时正式停摆 与此前几次危机不同的是 双方目前都还保持着较为开放的态度 最终紧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依然存在 明天是联邦政府拨还法案到期的最后一天 除非立法者能够在此之前延长法案 否则部分政府部门就将停摆 这将会影响到军事建设 退伍军人 交通 能源部门等等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 两党在今天应该能够投票通过一项权益之计 让拨款的截止日期延长到3月1日和8日 接下来想要法案继续延长 就将会是众议院议长的工作 但现在两党的癥结还不单单在于政府的拨款 参议员们正在努力达成两党移民协议 另外的麻烦在于明晚之前参议院民主党人和众议院共和党人能否彼此退让 国会领袖昨天已经与拜登总统进行了会面 他们从白宫出来之后谈到了另一个紧急问题 就是是否要继续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如果要的话还要提供多少 种种问题至今看上去还存在不少矛盾 但留给大佬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大量中国移民透过大规模的地下活动越过美国边境 光是去年就有超过三万一千名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但现在的问题是进入美国之后该怎么办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比偷渡的过程都更加困难 如果跨越美国南部边境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来说可能会更加艰难 自由是这些移民们的回答 接下来边境许乐队给他们铐上手铐 带上巴士 他们将何去何从 一路上谁会帮助他们 记者也进行了跟踪采访 画面上这样的地下室就是一个位于纽约法拉盛的移民聚集地 从南加州到纽约这些移民们分享了十几个故事 最惊讶的发现就是这些故事都几乎相同 对于中国移民们来说 美国的一些地方景色看上去并不陌生 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纽约的法拉盛社区 这里已经是几代中国侨民的故乡 也再次成为了这些新移民向往的目的地 市区领袖马菊带着记者参观了许多房间 他在这里接待了来自中国的移民 美山门的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马菊在接受采访时说 对于很多移民来说 这不仅仅是政治或是经济的问题 不少人来美国是想寻求所谓的尊严 叶承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信仰的打击 尤其是对穆斯林的打击 促使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离开了中国 但有希望就会有绝望 像画面上这位28岁的男子一样 他说自己在美国面临了找工作的压力 几周之前他才刚刚跨越边境来到美国 急于偿还向家人和朋友借来的路费 但他说随着移民的人数越来越多 找工作也越来越难 正如他所说 在他身后还有成千上万来自中国和其他地方的非法移民 他们决心要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但现实情况往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 就今山的几家高档零售店 一直都是零元购的热门地点 现在一个犯罪团伙终于落网 加州总检察长也宣布了对三名领导者的指控 他们总计犯下了近50项重罪和10项轻罪 造成超过65万美元的财产损失 给零售商们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宣布对三名嫌疑人发起指控 据信他们在大湾区及其他地区 领导着一个零售盗窃团伙 犯罪嫌疑人被指控犯有近50项重罪和10项轻罪 包括有组织的零售盗窃 二级入室盗窃 重大盗窃和故意破坏等等 去年9月初至11月间 湾区有25家商店遭窃 犯罪痕迹遍布多个下区 这些窃盗案给商店造成了超过65万美元的损失 其中在胡桃西的这家路易威登店 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偷来的路虎车闯入店内 抢走了近25万美元的商品 核套西警察局长称 现代科技 例如自动车牌辨识技术 帮助追踪到了嫌犯 从近几个月开始 旧金山和奥克兰也正在逐渐采用这类技术 不过总检察长还在权衡利弊 加州众议员詹姆斯拉莫斯 在月初提出了新的法案 要求犯下两项及以上与盗窃相关的特定罪行者 将不再被视为无需入狱的轻罪犯 窃贼将面临六个月至最高三年的监禁 只要这项提案获得立法机关和州长的批准 林元购的场面就能大幅减少 从今年年初开始 全国多地都遭遇了寒流的侵袭 今天一个新的风暴系统正在移动 将为中部和东部地区带来更多的极寒天气和降雪 而根据国家海洋大气总署的统计 接连的恶劣气候 可能会给全国经济带来上百亿的损失 本周开始 从沿海到内陆地区 都能感受到极端的冬季风暴和寒冷的地气温 根据国家海洋气象总署的统计 这股风暴可能会给全国带来巨大的损失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 去年2月份的一场东北部冬季风暴 就造成了大约18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到了12月份 另一股寒流导致了从德州到缅英州大量用户停电 损失的金额也高达87亿美元 塔马卡尔顿是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 他说这样的极端气候不容小事 即使这样的寒流只是持续一两周 较高的暖气成本也可能会带来挑战和风险 极度的寒冷会对农作物造成损害 对畜牧业造成压力 最终导致市场被迫推高食品的价格 对于航空公司和乘客来说 目前的这段时间也很困难 根据Flight Aware的数据 上周六到本周一 全国各地取消的航班数超过了6000架次 一旦航班取消 航空公司也势必要提供退款 根据初步的统计 本周两场冬季风暴所带来的破坏 也可能会超过百亿美元 巴基斯坦打击伊朗精美目标 续关号来看国际新闻 由于伊朗昨天对巴基斯坦发动袭击 巴基斯坦今天对伊朗发动飞弹反击 造成救人死亡 至于巴基斯坦声明表示 此次行动针对藏身于该地的恐怖分子 声明强调 这次行动的目标是追求巴基斯坦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 伊朗西斯坦比鲁芝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 阿里里萨·马尔哈马蒂表示 当地时间18日上午 在伊朗东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地带的 西斯坦比鲁芝斯坦省的一个边境居民点 传出了多次爆炸声 巴基斯坦的导弹袭击导致7人死亡 据巴方的声明表示 此次行动针对藏身于该地的恐怖分子 情报显示 恐怖分子将进行大规模的恐怖活动 声明强调 巴基斯坦尊重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此次行动的唯一目标是追求巴基斯坦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 巴方一直强调对话与合作 愿同伊朗一道寻找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解决方案 两国外长17日通了电话 伊朗外长阿布杜拉·西洋说 伊朗尊重巴基斯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空袭并非针对平民而是恐怖分子 两国官员应该继续保持合作 巴国外长吉拉尼则说 伊朗在巴境内发动的袭击严重侵犯了巴的主权 恐怖主义是本地区的共同威胁 但边行动可能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应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来打击恐怖主义 16日 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恐怖组织正义军 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两处据点 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伊朗的袭击 并于17日召回了驻德黑兰的大使 同时表示伊朗大使也将暂时无法继续 其在伊斯兰堡的外交使命 2024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如期开幕 利率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这些往常在会议上最受关注的问题 在今年只能退居次席 反倒是乌克兰和伊哈战争 西方和中国的冷战 以及从印度到美国的大选 成了商业领袖们最关心的话题 正如班达尔所说 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变成了地缘政治的舞台 战争的接连爆发 让商业领袖们的目光投放到了各个战场之上 保险巨头瑞士的再保险公司CEO 廖文勒表示 自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次冷战达到最高潮以来 地缘政治从未像今天这样对全球经济造成如此大的威胁 包括新冠疫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中美竞争的加剧 以及产业链的变革乃至于极端天气等自然界带来的危害 都让商界领袖们的视线聚焦在了这些核心问题之上 国际金融协会的总裁蒂姆亚当斯也表示 如果川普在明年入主白宫 那么美国是否会再次回到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 种种事件都有可能导致全球金融的动荡 而对于另一些科技公司来说 台湾的大选是他们关心的话题 赖清德当政之后 对于中国强硬的派系将会再次执政四年 他们也必须把中国对台湾开战 纳入到考虑的范围当中 美国对于晶片等关键技术的投资和贸易施加的压力 已经给该行业带来了不少干扰 如果台海战争爆发 各家电信公司又将如何应对 地缘政治的对抗 已经让墨西哥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德国几乎停止了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从今年的形势来看 各家公司将在哪里销售或是投资 可能已经要取决于政治而非经济因素 法国计划于未来一年提供给乌克兰 78门新凯撒自走炮 总统马克宏今天与自联斯基通话 就国防需求的进行讨论 马克宏将于2月访问乌克兰 目前正在与基辅敲定一项安全协议 将在马克宏访问乌克兰期间宣布改协议 法国国防部表示 法国承诺在2025年初前 向乌克兰提供75门新的凯撒自走炮 将于未来几周之内交付其中的6门 勒克努今天说巴黎当局将支付另外12门自走炮的费用 总计5000万欧元 这笔金额来自用于支援基辅当局的2亿欧元资金 这意味着剩下的60门自走炮将由盟国共同出资购买 法国国防部同时表示 自2022年2月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法国的火炮炮弹产量预计在今年增长两倍 达到每月3000发 但是专家指出 这样的数量远远不足以应付 长达数百公里前线的使用量 1月16日 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 将于2月访问乌克兰 他同时宣布将向乌克兰交付包括大约40枚远程巡航导弹和数百枚炮弹 法国正在与基辅敲定一项安全协议 该协议类似于上周五英国与乌克兰达成的为期10年的协议 将在马克宏访问乌克兰期间宣布该协议 他今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通话 双方就俄乌局势和乌克兰的防务需求等进行了讨论 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尔尼今天在巴黎宣布 启动一个火炮联盟 该联盟由小组50多个成员中的23个国家组成 旨在加强抵抗俄罗斯的乌克兰军队的炮兵部队打击能力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加州的亿万富欧门正在计划建立一个新的城市 这座城市将位于沙加免渡和旧金山湾区之间 多年来一家名为加州永恒的公司 已经为该项目抢购了价值超过8亿美元的乡村土地 只等待选民的批准就能够破土动工 杨斯·雷马克相信只要他建造了新的城市 人们就会蜂拥而至 他不相信加州永恒计划会失败 在一万八千英亩的土地上 斯雷马克的加州永恒组织表示 他们将能够为12号和116号高速公路的改造 提供资金 建造学校 混合用途社区等等 但加州的众议员约翰·加拉曼迪似乎并不买账 一名在当地居住了31年的市民比尔古格莫斯 似乎也不太支持这一决定 画面中的女子名叫凯西·特利福尔 她曾两次被加州永恒地产公司 要求购买她家族拥有150年历史的房产 目前来看反对的声浪还是很大 这个项目想要推进困难重重 30年前的清晨 加州北岭发生了6.7级的强烈地震 摧毁了大片居民区 造成数十人死亡 是美国史上损失最惨重的地震灾难之一 灾后的幸存者们昨天聚集在一起 缅怀逝者的同时也提醒民众大自然的恐怖 30年前北岭地震发生时 布伦特·佩斯金只有29岁 他家餐厅的墙上挂着一件T恤和几张照片 只是受到了轻微的损坏 当时和现在 从门口的画面再到柜台后的对比 店长说 直到开车上班时 他才知道这个区域的损失有多严重 布鲁斯兰作为地震幸存者也参加了纪念午餐 他对那天的情况记忆犹新 他的家离震中只有几英里远 他说幸运的是 他的妻子有一套地震装备 北岭公寓内有16人罹难 这栋三层楼的建筑受损严重 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市场总监卡门钱德勒 向我们展示了地震后发给学生的校园地图 他是洛杉矶每日新闻的记者 当时住在工作室城 人们到了30年后的今天 仍然对那场改变了许多人生活的地震 记忆犹新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 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天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美股主要指数周四开盘涨跌互线 其中标普500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 受晶片和大型股上涨提振开高 另外随着更多企业财报出炉 投资人也在密切留意 美联储降息和经济展望的线索 美股周四尾盘走高 苹果与台积电推动科技股上涨 帮助纳指抹去今年以来的跌幅 拥有投票权的美联储官员 博斯蒂克预计是从第三季度开始降息 来看今天收盘 道指涨201.94点 收报在37468.61点 纳指涨200点 报在15055.65点 标普500指数涨41.73点 报在4780.94点 劳工部周四报告称 1月中旬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美国人数 降至18.7万 创下16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凸显今年一时劳动力市场的任性 另外上周续领失业金人数是连续三周下滑 报在180.6万人 是低于市场预期的184.5万人 创下了去年10月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 此次数据大部分下降是与纽约州申请人数的暴跌有关 但密歇根和威斯康庆州的申请人数也有所下降 另外经济数据面 美国12月新屋的开工率下降 因为建筑商减少单户住宅的建造项目 数据显示 12月份的新屋开工量环比减少4.3% 从11月的153万套降至146万套 原因是房屋建筑商缩减了新的项目 该数据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数字143万套 12月单户住宅建设下降 而多户住宅则有所上升 另一项数据显示 今年1月房屋建筑商信心创下了近一年来的最大升幅 建筑许可增加表明 随着抵押贷款利率下降提振住房需求 新屋开工数量依然是处于上行趋势 好 今天的个股方面 总部在加州的超微半导铁公司AMD 今天盘中一度是上涨4.1% 最高触及166.75美元 续创历史新高 巴克莱分析师将AMD的股价目标 是从120美元上调至200美元 并表示尽管英伟达目前在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随着AMD向企业客户交付更多的自产芯片 预计AMD今年也将取得一些市场份额 随着AMD等其他芯片制造商获得市场份额 2024年将是人工智能市场开始开放的一年 AMD今天收盘是收报在162.67美元 每股上涨是1.56% 好的 以上就是华语电视记者李维京在纽约带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1月18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昕伦 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